哈囉,歡迎來到Pandora's Kitchen,我是Dora 今天我們要來做胖乎乎的海報 食譜菜篇說明欄,這影片最後面喔 我今天會使用食物調理機製作 你也可以使用電動的手持攪拌機 或是手動的打蛋器 首先秤無鹽奶油50克 建議在20-25度的室溫製作 因為溫度太高,奶油會太軟 很多人做不好都是溫度的錯,不是你的錯 一般糖粉25克過篩 奶油需要事先回軟至熟知牙味凹陷的狀態 加入或塞好的糖飯,攪拌均勻 底部跟邊緣要刮起來的繼續打 我們沒有要打發,顏色比原本的白一點點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要增添風味,可以加幾滴香草精 大約0.5克 攪均勻就好囉 低筋麵粉86克過篩 如果你沒有加香草精,可以先加84克的低粉 再試情況調整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點贊、留言、分享 並將影片按利給你的朋友 攪均勻 如果你使用手持電動或打蛋器 這時候要改成用橡皮刮刀切拌的方式拌勻 底部跟邊緣整理一下 攪拌均勻就好,不可以過度攪拌 使用不同牌子的材料做出來的餅團軟硬度會有差異 這時候摸起來應該是涼涼的,像黏土一樣的軟硬度 如果餅團摸起來涼涼的但是很軟 可以加少許低粉調整 攪拌兩顆的餅團兩份 剩下的餅團分成一半 將其中一碗加一點點紅區分攬成粉色 我賣的紅區分顏色比較暗 所以我補了一些紫紫花的蘿蔔紅色粉 滾均勻就好囉 其中一個兩顆的餅團加一點點可使用的竹炭粉染成灰色 將做好的餅團全部都蓋好 冬天可以直接操作 今天天氣太熱了所以我冷藏20分鐘再使用 時間到後我先取出了原色的餅團 秤15克 大隻海拔乘20克 從20克中取出1.2克做手跟尾巴 滾圓 將1.2克分成一半 搓圓後將其中的0.6克再分成一半 搓成長長的水滴狀黏在兩側 這是海報的手 將尾巴搓成泡水滴狀 並在屁股搓一個洞 搓進去整理成星形 如果覺得立體的太難可以做臉部就好 接著取一點點灰色分成一半 搓圓輕壓黏上去 你可以將剩餘的灰色染成黑色 刺住海報的五官 或是最後再使用食用色素筆繪製 製作過程也要學習用保鮮膜蓋好 本色的海報的做法是一樣的 食譜總共可以做出10隻海報 20克的2隻、15克的8隻 送入事先預了好的烤箱 放在烤箱的中層 150度先烤10分鐘 再轉145度烤15至20分鐘 每台烤箱的如文不同 需要自行判斷調整 烤枝底部跟邊緣微微金黃上色就可以囉 稍微放涼 使用食用色素筆一畫五官 最後再用可使用的粉色色粉刷到再紅 餅乾準備好啦 這個週末我想要來點特別的飲品 昨天剛買的藍莓很新鮮 想學簡單的夏日的飲品可以留言跟我說喔 我要開動囉 這款餅乾只要烤焙的時間充足 吃起來是非常疏鬆的 藍莓氣泡也太好喝 臉喝了兩口 沒有想到涼爽的氣泡水跟疏鬆的曲奇 還蠻搭的 之前分享過熊熊造型的五蛋曲奇 很多人提出的問題 我在這個影片都有特別的說明 越簡單的東西 越需要注意細節 期待你們跟我分享成品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